在搁浅了六天六夜之后 台湾的长荣海运超大型货轮长次号 终于在埃及时间星期一下午解脱了 虽然滞留在运河的400艘船只 还需要三天半的时间才能够完全疏散 不过这次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除了造成庞大的经济损失 也让各国意识到全球供应链脆弱的一环 因此也开始关注其他好像是巴拿马运河 马六甲海峡等等 这些海上交通要道的抗风险能力 彭博社的分析指出 类似苏伊士运河这样的海运咽喉 一旦遭封锁或者阻断 将会造成经济瘫患 因此全球贸易的运输通道 需要一套更加完善的系统 无论如何在得知长次号脱困的消息之后 埃及总统赛西也即刻前往苏伊士运河去视察 当看到巨型货轮长次号开始缓缓移动后 拖船上的工作人员都难掩激动心情 直接对着镜头手无足蹈 还兴奋地在船上高喊埃及万岁 与此同时 埃及总统赛西在一众官员的陪同下 前往运河的伊斯梅利亚码头巡视 他除了向所有参与解救行动的成员致敬 也对苏伊士运河的危机解除 松了一口气 在另一场活动上 陪同埃及总统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局长 向媒体指出 这次的危机能解除 全靠埃及人民的意志和决心 才能完成任务 而这次的搁浅事件 也再次凸显了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 接着目前还有超过300艘货船 堵在苏伊士运河等待通行 当局表示将会努力解决拥堵问题 并希望能在三天内 让运河恢复正常 长四号搁浅事件 导致超过400艘船 受困在苏伊士运河无法动弹 其中包括在这原油 天然气 家具 还有汽车零件的船只 对全球贸易带来了严重影响 如今苏伊士运河虽然已经恢复通航 但随之而来的索赔拉制战 才刚刚拉开矢幕 媒体估计 在这次的运河大赌船危机当中 受影响船只的船东 还有这个托运者呢 预料将会提出赔偿要求 而且赔偿的数额 恐怕会超过长四号船东 也就是日本正容器船 所投保的31亿美元理赔上限 换句话说 长四号的日本船东 有可能会因为大规模的索赔 而出现赔到破产的情况